今天小新和大家继续看赤泥弯道系列的第四集 一个发卡引发的血案 1974年在一家疗养院中 雷安医生正在向新来的女医生介绍着里面的情况 他们即将通过最危险的C血病房 里面戒备森严 关着一些畸形食人膜和危险的病人 所有人出入C区都必须先穿过这道门 这里有个按钮 为了在发生火灾时 他们可以及时打开所有病房门逃生 女医生不知情地走到黄线外 突然一个名叫波比的畸形人 从门中伸出手一把将他拽了过去 又很快松开 但女医生并没有发现 自己的发卡已被他藏在手中 雷安医生带女医生去看了最危险的畸形人 天天性痛觉不敏感症 而且只会发出咕噜声和做手势 女医生告诉他自己会努力治疗这些孩子 但雷安医生并不赞同 他清楚这几个人的危险性 介绍完毕 雷安医生就带着女医生参观其他区域 看到他们离开 畸形人波比尝试开锁 西里克三兄弟在看到后 向他发出嘶吼 发卡被扔了过去 只见小食人魔没用两下 将锁捅开 听见动静的保安起身查看被袭击 三兄弟将他折磨后 出门按下病房的按钮 所有的门被打开 令人和食人魔们展开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杀戮 而心惊念念想要治疗他们的女医生 也在电击折磨下痛苦的死去 雷安医生则被铁丝装置四分五裂 29年后 一场派对过后 一群青年男女按照约定集合 骑上雪地车 共同前往雪山中波特的小屋度假 一路欢声笑语 气氛十分欢乐 但不幸的他们很快迷了路 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寒冷的暴风雪即将来袭 他们决定向前面的山底开去 气温骤降 原路返回以来不急 众人找到了一桩废弃的建筑暂时栖身 里面虽漆黑一片 却十分温暖 肯尼亚打电话给朋友报平安 却没有信号 还好一些废弃的家具可以生活 长脸哥为自己带错路 向大家真知的道歉 不过幸好大家平安无事 他们决定在这里暂时停留 一晚后再返程 作死男兴奋的向大家提议 要一起在这栋房子中冒险 一行人开始四处逛逛 丹尼尔在雷恩医生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资料 得知这里曾是名为格伦威尔的疗养院 专门用来收容行为怪异 极度危险的边缘人群 觉得有些圣人的解任决定 还是安分过夜就好 这时门外的食人魔已经狩猎归来 丹尼尔将资料带了回来 大家不停打去 以驱赶房屋的冷剂 作死男再次提议带着女友去探险 还喊上了肯尼尔 一个人影闪过 吓了肯尼尔一大跳 作死男前去确认 却传来一声尖叫 肯尼尔和作死男女友 小心地跟了过去 突然 作死男从窗帘后面钻出 赛人一起离开 一个人影紧随其后 肯尼尔对她的恶作剧十分不满 作死男见状为自己解围 独自离开寻找发电机 她还幸运地找到机器 疗养院再次被点亮 在作死男的带领下 大家在这里纵情欢声 乒乓球轮椅竞赛 却不知在此刻 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他们 放映听中 他们播放起捡起的录像带 里面正是之前治疗病人的场景 丹尼尔的女友 想起了小时候哥哥给他讲起的 寂心食人魔的故事 已经折腾一天的众人十分疲惫 便找到房间睡觉 作死男睡不着 起身独自去探险 突然看见前方作者一个人 看上去正是肯尼尔提到的小屋主人波特 他开心地跑去打招呼 却发现波特已经死去 刚转头 一个凶神恶煞的食人魔出现在眼前 作死男被钢针穿透脑袋后拖走 第二天 外面的暴风雪并未好转 女友醒来发现作死男彻夜未归 便开始四处寻找 黑妹告诉他 昨晚还见到作死男 脱窥自己和女友的欢愉 应该没事 可回到大厅后 却发现他们的行李神秘消失 还以为是作死男的恶作剧 于是分成两组开始寻找 丹尼尔有些不安 可并未有人在意 肯尼尔四人先是在一个小屋里 发现了各样的可怕工具 然后顺路走入C区病房 丹尼尔四人则发现一处玻璃上的血迹 猜测很可能是作死男被什么力气割伤 有些惊慌 因为有很多的走道 作死男女友提议分散去找 他来到地下室小声呼唤 突然听到有动静 立马躲在一旁 食人魔开始处理猎物 他捂住嘴巴不敢出声 这时另一个食人魔跑来 两人交流过后一起离开 他阵迹偷偷跑回礼堂 惊恐的告诉大家他们会杀光我们的 正说着一个被波特衣服缠绕的包裹扔了过来 肯尼尔小心翼翼的打开 里面竟是波特的头颅 就在这时 最后面的白衣女被铁链套住拉了上去 长脸哥打忙去拽自己的女友 鲜血染红了地板 白衣女伸手翼处掉下楼 砸在长脸哥的身边 大家逃到外面 想要开雪地车离开 可火花塞倒剑被食人魔取走 根本无法启动 天气寒冷 大家决定暂时躲入雷恩医生的办公室 而丹尼尔女友 作为滑雪高手 则独自下山寻找救援 另一边 食人魔们正在分割着他们的猎物 长脸哥突然想起 那个有各种工具的小屋 商议过后 决定让女生留在屋内 丹尼尔也一起过去 另一旁的黑妹也自告奋勇跟着离开 背后传来诡异的笑声 食人魔手持力赋坠来 好在三人及时躲藏 才暂时逃过一劫 办公室里敲门声传来 肯尼尔跑去趴在门上询问 突然 钻机钻入 一只手死死地拽住她的头发 好在其他人帮忙 暂时击退了食人魔 长脸哥三人取到武器后 飞快向回跑 可丹尼尔却因为迟了半步 被司机许久的食人魔拽走 丹尼尔被绑在地下室 食人魔拿着刀折磨着她 她只能痛苦地呼救 办公室内的几人听到后 决定去救她 可条文女认为 这是食人魔布置下的陷阱 五人争论不朽 条文女提议投票 没错 投票 只有条文女投了反对票 丹尼尔的惨叫声越来越大 众人决定拿着武器前去救人 丹尼尔的肉被活活割下 痛不欲生 食人魔则把肉放进油锅里 品尝着美食 先去探路的长脸哥 看到后 回去向四人描述着 这残忍的一幕 一行人制定好计划 开始行动 长脸哥四人 愤怒地拿着武器冲了过去 将食人魔从厨房后门赶出 等候的作死男女友 将油灯摔在地上 食人魔三兄弟被赶入牢房 长脸哥十分生气 把没有灯里的油 撒向食人魔 在准备扔出打火机时 被肯尼尔拦了下来 他认为如果动手 就和食人魔是一种人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到火花塞倒线赶紧离开这里 而长脸哥竟然真的放下了火机 长脸哥留下 看守食人魔 仗着有牢笼 对他们发泄了一番 其他姐人找了半天 火花塞倒线也没能找到 肯尼尔建议先保存体力 轮流睡觉 牢房内长脸哥不小心睡着 这时 一只手缓缓伸向马桶 拿起那个29年前 女医生的发卡 趁长脸哥在熟睡时 打开了牢门 四人正在睡觉 肯尼尔准备去和长脸哥换班 没想到刚走出来 电机就能源耗尽 周围按了下来 肯尼尔颤抖着来到牢笼 却发现食人魔的牢笼已被打开 他赶紧跑回去叫醒大家 门外出现一个戴着头套身影 亮亮呛呛地走着 肯尼尔听到动静向前查看 好像是个子最小的那个食人魔 四人爆发勇气 拿着武器呼了过去一阵狂扎 知道没动静后打开头套 才发现是长脸哥 就在一问为什么不说话的时候 黑妹发现 她的舌头已经被割掉 没想到啊 几人在对付自己人的时候 真是一把好手 三个食人魔追了过来 一路狂奔后 他们跑到了食人魔住的地方 找到了一些厚实的衣服穿上 他们一路封锁后路 却发现跑入了死路 还好发现了生锈的铁丝网 食人魔渐渐逼近 开始疯狂地撞门 千军一发之际 黑妹终于将通道打通 艰难地爬到外面 挨个爬出 但最后的作死男女友 却被食人魔拉回去 用钻剂打穿了身体 趴进去查看的肯尼亚 被浸了一连血 三人见状赶紧逃跑 食人魔开着雪地车追了过来 打转几圈后离开 这时 黑妹发现武器丢在半路 便返回去拿 交代肯尼亚 两人先躲起来 食人魔很快又围了过来 抓走了条文女 肯尼亚也被撞伤 条文女用刀抹刺着她 食人魔见状松手 被前面的树撞翻 黑妹把肯尼亚安置在树旁 去救条文女 赶到时 条文女已被雪地车 碾碎后 溅起一片血雾 另一边赶去找警察的丹尼亚女友 升起的火堆 被掉落的血扑面 被活活冻死 而她的不远处就是公路 肯尼亚和黑妹两人 用一招诱敌深入 成功将食人魔从雪地车上打下 私利逃生的两人 在雪地飞驰 瞬间 两人的头被早已固制好的 铁丝陷阱割下 头颅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落在苍茫的雪地上 一辆黄色拖车出现 食人魔带走了他们的头颅 系列电影的续作大多是狗尾虚雕 痴迷弯道也不例外 本集的剧情第一次没有留一个火口 虽然血腥程度尚可 却缺少了前三集的教育意义 很少能有让人值得去思考的地方 时刻大学生显得有些过多 没有明显特征和记忆点 剧情基本就是恐怖片标准套路 一个进一个送人头 可能唯一能让人感叹的就是 远离肯尼亚这样的傻白甜猪队友 一击面对坏人绝不能心软 好了小青方式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拜托拜托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懈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我们下期不见